大家好 我是天外 我现在是在孟加拉巴尔盖哈德的小县城 这算是在县城的郊区农村 好多人在这边赶集 集市就在路边上 边上一个草坪 当了个小朋友去个小商店 卖茶啥的 喝点糖 他们这边的茶好像是磨成茶末的 然后再用那个磊网来磊 他就用那个暖刀来往这边冲 他这个泡茶有点像泡咖啡 差不多相同的做法 有这个孟加拉茶 他们这个孟加拉茶 汉语的话一样都叫茶 他们就加一点糖 然后像冲咖啡一样冲出来 这个茶 再有一些 你像在城市里面 那个甜茶就更像印度 像英国传过来的甜茶 他们放了奶的 这个是没有放奶的 他们这有个水井 正好在这打水 他们用这个水盒是语言的来报的 传统的南亚水盒 不用水来提 这边钱都是卖鱼的 这个鱼摆得挺整齐的 他这个鱼好大呀 他这个鱼好大呀 但是全面都死了 在这里 北京大厦 东西 北京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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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计光栩试试 minutes 在家里里没有 Martinez 和容易Ehekin 这还是有一些用电子蹭了 刚才那个大爷用来的蹭头那种 他这边过来全部都是卖鱼的 这边就卖各种水果啥的 这个不知是三 这个好像是一种食物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他们是买去吃的 这个我在达卡的时候有看到过 他在那个琵琶市场 卖香蕉 这个就卖烤椒烟了 这个哥们还有卖炸的 里面的东西 这个还放了一点花椒 要啥的 再挑战一下这个街头小吃 这个真正的地摊货 路边摆摊的 其实香还是蛮香的 我担心的是拉肚子而已 这个菜子 蛋也不会吧 应该我把油墨 那个纸弄丢了 应该不会 他这个放了好多蒜泥 我也不知道啥 反正好像还有点虾仁 有种黄色的东西 还有面粉炸的 炸在里面 炸的还有点外胶内那种感觉 这皮还挺脆的 这个区域全部都是卖蔬菜的 各种水果的 这边全部都是卖大盐 这边全部都是卖大盐 什么大米只能堆在地上卖 这个红糖没有凝固 这个是已经干了的 这个糖完全是那种 干蔗的颜色 十大盒多少钱 现在五毛钱 六毛钱 六毛钱一坨 我尝一下这个 你看他那个颜色 跟那个 那个甘蔗的颜色是一样的 哇真的是甘蔗的味道 甘蔗糖 有点沙沙的 那个甜度没那么甜 就跟那个红糖 跟这个红糖差不多 这个是有点湿湿的 没干的就是一张用袋子装的卖 就是一张用袋子装的卖 sweet,sweet,sweet 这卖辣椒的卖辣椒的 哇 辣椒的 一粒多少钱 只有四十元 四十元 四十元 啊 这个卖爆米花的大爷 nice 长官 他就用那个菇烫了一下就封起来了 买了一包十打卡 相当于6毛钱 爆米花 有点咸 还好 不知道这是在卖啥 梨子 三轮车他们就加了电机了 这个电瓶应该是在这个铺垫下面 这个电瓶放到这里 4块1 1234 4块电磁 够到跑一天的了 现在已经天色暗下来了 其实旁边还有蛮多有意思的东西 小乡村其实看一下 但是没时间了 现在又坐了一个这个假的三轮车 返回这个酒店去了 返回那个招待所去了 那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 sensibleere注意 Republicans 小学生